国民党打选战 他的头脑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 但是归根结底的说 他们想来想去的还是个人的权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侯友谊赵少康韩国瑜现在南北冲场 尤其到了南台湾 他到了南台湾 虽然场子算热 那显然侯友谊赵少康跟韩国瑜 当然赵少康也顺势的往北部回防 所以侯友谊在韩国瑜等人 王精平等人的陪同之下 进行少些活动 进行少些活动 他们希望复制以往的韩流 但是能不能复制成功 坦白讲是非常的困难 毕竟他们不像韩国瑜 韩国瑜第一个接替器 第二个他讲的话老百姓通通听得懂 那第三个他很幽默式的发言 会引起选民的会心一笑 那第四个就是韩国瑜知道每一个地方 他到每一个地方因为特性的不同 他会到每一个地方讲不一样的话 来博取选民的好感 但是侯友谊就是赵本宣科士 所以侯友谊想要复制韩流 跟柯文哲想要复制韩流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现在韩流 因为韩国瑜的关系 已经回笼了 已经回笼 他们希望这个韩流的现象要持续 但是这里面他还缺了两个 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 基层的动员 就地方派系的动员 那地方派系的动员呢 就要看王金平 那王金平各位去看 他在台南动员的时候 当他上台演讲 国民党没有一个人站在台上 这个是等于给王金平难堪嘛 到了最后 大家发现 对王金平太不公平 所以失忆就是说 希望在台下的几个站到台前来 支持王金平 王院长 他们才勉勉强强的上来 从这一些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王金平也拼了老命帮你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在台下的精英们 就是冷眼盘观 反正厂子那是你的 不关我的事 可以这样子嘛 不是 很多人说呢 我帮王金平讲话 王金平2020 好 2020也好 2016也好 没有强势动员 现在到2024 他要强势动员 帮你国民党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还有一个国台并 就我所知 那我也在高雄出国 我的高雄朋友跟我说 他们希望听听 郭台铭对于高雄的建设 韩国瑜已经讲了很多 他希望 他原本希望把小港机场能够卖掉 然后客机能够到哪里 能够到岗山 因为他的跑道比较长 不像小港机场 只能飞东南亚 没有办法博靠 大型客机 韩国瑜这样子讲 就是说高雄下一世代产业的发展 像包含了AI啊等等啊 AI啊 制药啊 生机啊 还有包含 晶片啊等等那些 下一个世代产业的发展 就是说高雄已经不能再说 传统工业的路 那他必须要靠 下一世代的产业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晓不晓得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希望听听 郭台铭 讲高雄下一个世代 为国民党打气 所以他们希望说什么 郭台铭能够多到高雄 郭台铭多到高雄可以影响两席 至少两席 他们呢就透过我 说能不能跟国民党反应 我说你们直接反应吗 我说我又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我也跟国民党的人无关 好 他们就告诉我 他说高雄这一次跟屏东 屏东可以拿下一席 高雄可以拿下两席 让国民党在南部的沙漠中 开出花朵 他说是不是要靠韩国瑜王金平跟郭台铭 他说可以 让这铁三角真正结合 产业 然后动员 然后助学 就是说这铁三角 如果能够动员成功的话 在最后两个礼拜 或许能够拿到三席 台南大概一席 就有四席了嘛 至少四席了嘛 所以他就跟我讲 他说要复制寒流 那是不可能 你与其做一些达不到目标的事 你何不救 现在能选中几席 你就算吸血 总算能够突破 不要让民进党八千过海 他就跟我讲了 我说你有没有反应到国民党 他说有 但是国民党给他一个答复说 知道 就是这样 那现在是不是透过王金平去连结 像包含五党联盟 包含林一首 还有包含其他的 在高雄能够开出话筒 至少你要建立一个桥头堡 再加上郭台铭跟韩国瑜 这样子拼拼看 弄一个小寒流就好了 那这样子国民党就有希望 他说否则的话 他说根本是实力分散 就会发现 王金平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台上 几乎没有一个国民党的人捧场 所以他说他也不知道 国民党的党中央到底怎么想 一心一意想要复制寒流 你胸襟远大 目光短浅 寒流怎么复制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讲 你干脆从本物实的 从本 从是尊从的成物 本是书本的本 从本物实的 能拿几席 你就算几席 其他的就不用讲了 况且已经选在 选到了后面 他是跟我讲希望反应给国民党 但是我告诉他说 我是不可能给你们 我不可能帮你反应 原因非常简单 我说有些话我都告诉国民党 他是不会听的 他们总有自己认为 自己选战的节拍 我们反而我们这个外来种 就包含韩国瑜 我们韩国瑜 王金平 郭台铭 赵少康 现在通通是国民党的外来种 因为这些都是过去都是权力边缘人 都是外来种 他就想他就怕你分割 割裂他的权力 所以国民党会选成这个样子 是出乎 是在我的预料之中 因为很多人说我在唱衰国民党 其实我没有唱衰 我只是把所有的问题点了出来 至于国民党是不是蜡烛 那我不知道 如果他是施蜡烛的话 点的那也不会亮 如果是他这蜡烛是不点不亮的话 那只好告诉国民党 人家这样子建议 你要不要接受 否则的话 你这个蜡烛不点不亮 天天让你这样子搞 大家都烦了个钥匙 所以呢 侯友宜想要复制寒流经验 我劝侯友宜死了这条心 不可能的 至于说赵超康可不可能 那也不可能 从这两个例子 从韩国瑜赵超康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打选战 他的头脑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 但是归根结底的说 他们想来想去的 还是个人的权势 那至于选情呢 再说吧